纽约州州长库默在周一的电话会议上宣布 纽约市的电影院下个月将获准以25%的容量重开 在3月5日生效 此外布鲁克林蓝网和纽约尼克斯队 将分别在巴克莱中心和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竹场比赛 观众可现场观看 纽约州州长库默周一指 电影院将遵循纽约州其他地区已经实施的防疫措施 库默指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不能超过50人 观众必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入座指定的座位以及遵守其他安全措施 此外纽约州的桌球室在去年3月关闭 以防止新冠传播 桌球室运营者认为措施不公平 因为其他娱乐场所允许开放 库默在近期败诉后 昨天也宣布 桌球室可在3月5日以50%的容量在纽约市外重开 纽约市内的桌球室将以35%的容量重开 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 确保顾客的安全 同时纽约州可容纳1万人的体育场馆 今天起以10%的容量重开 观众必须在赛前72小时内进行强制性的PCR检测 在巴克莱中心 进入场馆的人士将接受免费的快速检测 入座指定座位 观众席将有三个主要座位区 巴克莱中心的总经理阿迪娜·罗文指 观众可通过手机二维码查看菜单 点菜、食物将送往观众所在的位置 詹姆斯·哈登今年交易至布鲁克林篮网 也令部分观众表示期待 布鲁克林篮网的开场将有大约300名观众 全明星赛结束后 观众人数可高达1800人 而麦迪逊广场花园开场将大约有2000人 可观看尼克斯队与荆州勇士的比赛 纽约游骑兵队将在2月26日对阵波士顿棕雄队 市府指去年纽约市至少有16份 针对亚裔的犯罪报告 还有数百份歧视和骚扰报告 市府将努力打击仇恨犯罪 相关部门本周将会见亚裔社区成员 讨论安全措施 对于纽约市的仇恨犯罪现象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指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本周 正与亚洲社区的领袖商讨下一步措施 亚洲仇恨犯罪特别团队 将把重点放在城市的各个地方 尤其是地铁 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孟赵文 周二也指出最近发生的几宗事件 包括一名菲律宾男子在地铁被划伤面部 以及一名亚裔女子在皇后区被推倒 去年9月 众议院通过了其反亚裔偏见的议案 该议案提倡的措施还包括 要求联邦政府与美国司法部合作 收集更多有关犯罪发生原因和地点的数据 卫生部门等各个部门也将合作 确保公平分配疫情的资源 纽约市警局副都警卢小士 概述了市府处理仇恨犯罪的措施 警局已经成立了特别团队 包括来自25个国家的警察 会说11种不同的语言 并拥有丰富的背景和技能 能够有效地帮助居住在纽约的亚裔 白思豪指该特别团队将鼓励民众 公开谈论被不公平对待的遭遇 亚美联盟的主席姚九安 今日指纽约人应该重视社区安全 他也鼓励民众使用制止仇恨犯罪的标签 宣传打击仇恨犯罪的运动 根据马利斯特学院的最新民意调查 超过60%的纽约州注册选民认为 州长库默在疫情期间对疗养院的处理有错 但只有19%的选民认为库默的做法违法 马利斯特学院在2月15日至17日期间 调查了813名选民 误差为4.1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 49%的选民认可库默的工作表现 比起7月份的66%有所下降 民主党选民对库默的认可度也有所下降 28%的民主党选民不赞同库默的工作方式 而去年夏季只有9%人不赞同 此外36%的选民认为库默应该连任 该比例在2018年4月为39% 总体而言53%的选民认同库默疫情期间的应对方式 比去年7月的72%有所下降 调查指对于库默的支持率全面减少 学院的民调专家李米林戈夫指 库默的支持率在去年夏季曾达到巅峰 目前已经回到疫情前的程度 米林戈夫认为如果库默寻求第四个任期 调查结果表明他将面临挑战 同时 陈坚资讯也在周一公布了民意调查 该民调调查了3000名登记选民 误差幅度为两个百分点 库默的总体支持率为57% 根据该调查67%的纽约人认可库默的工作表现 在州府故意隐瞒了疗养院新冠死亡人数的报道发布后 该数值下降了6% 调查还显示库默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81%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今年打造安全的教学环境 周一表示今年将要求各州举行标准化考试 纽约州教育局今日指将举行部分考试 但不要求通过考试才能高中毕业 美国教育局周一晚间宣布 不会全面放弃各州的标准化考试 只允许将考试推迟到秋季 缩短考试时间或者远程进行 联邦指考试将仅用于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 美国教育局负责中小学生教育的代理部长 伊恩·罗森布拉姆指 教育局支持各州在疫情期间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 以帮助为学生提供资源和支持 在纽约州 三到八年级的学生通常进行英语艺术和数学考试 高中生进行高中毕业会考 部分考试要求通过才能毕业 然而由于去年疫情爆发 标准化考试被暂停 州府允许没机会参加考试的高中生也可毕业 只要完成了相应的课程 除了取消六月的考试外 纽约州还取消了去年八月和今年一月的考试 州教育局发言人艾米利·迪桑蒂斯指 州府将对考试做出规划 只进行联邦要求的考试内容 这项改革需要纽约州教育委员会进行投票表决 迪桑蒂斯指 州教育局将在三月的会议上提出一系列方案 将不要求高中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毕业 也将取消美国教育局不要求进行的考试 该声明没有提供有关三到八年级学生的考试信息 同时拜登政府的举措已经遭到部分老师专家和家长的批评 他们认为学校不应该在疫情期间进行标准化考试 此前在一份声明中 纽约州联合教师工会的主席安迪·帕洛塔表示 今年的一切不符合常规 要求学生参加标准化考试毫无意义 也不是衡量学生发展的最佳方式 对于现在而言尤其不可靠 我认为学生的教育 我认为学生参加标准化是一个小时工作的